小朋友们有没有看过马达加斯加的企鹅呢 这部动画片讲述的是四只性格迥异的企鹅 很努力地想要从普通特工队往精英特工队升级的故事 大家知道企鹅生活在南极 也是最古老的游琴 它虽然不会飞 但是游泳的本领在鸟类中可是超级选手哦 企鹅的性情敦厚大方 但是外表却是气度不凡帅气十足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画一画企鹅吧 首先我们把企鹅外围的轮廓先画出来 接着我们画一下中间的轮廓 记得轮廓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哦 好 这样企鹅的玩礼服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画好圆圆的眼睛 尖尖的嘴巴 最后两只脚像脚谱一样 嗯 这样一只可爱又绅士的小企鹅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上色吧 先把企鹅的脸蛋和肚皮涂成白色 避开嘴巴的部分 然后嘴巴和两只脚谱涂上橘黄色 最后企鹅的外套涂上黑色 这样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可爱呢 大家看完马达加斯加的企鹅 可以试着把四只形态不同的企鹅画下来哦 我们期待你的作品哦 喜欢就订阅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咯 搜索微信公众号 阿土的玩具世界